站在上百位学者专家前演说 总参文秀美国智库哈德逊邀约 获颁全球领导领奖 智库总裁华特斯早在先前就进到会场准备 不过整场不开放媒体入内采访 只有发言人会后转述 总统也表达面对乌克兰被俄罗斯的入侵 台湾始终坚定地跟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 沃尔战争处境让总统真的有感而发 还提到中共刻意升高紧张情势 但台湾谨慎冷静回应 不过最佳B站方法就是让自己要更有实力 也喊话要协助我们参与国际组织 而也传出说在这个活动上 他会和庞佩奥两个人是有见面的 不过对于相关的消息 包含美方以及府方都是保密到家 只是最后 今天就我们现场 这个美国国务卿庞佩奥是没有出席 那邀请的名单我刚讲过 是主办单位所邀请的 我这边不方便帮他们做任何的说明 安排上看来跟外界预期的很不一样 而这场谈话总统定调是捍卫民主 开放不开放层级多高 一切烙话一句配合美方 TVBS新闻会你最后纽约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